大家好啊 继续跟大伙先扯一会儿啊 今天有朋友啊 有网友啊 在我底下留言 说你在说说这个胡锦涛啊 为什么被带离现场啊 嫁走了啊 这个到底是怎么当的事 我跟您说 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啊 我认为我前两天做一期节目啊 我认为这孙子确实他妈的拉了啊 这个帕金森也好 老年痴呆也好 甭管是什么啊 让他尿失禁了啊 大小便失禁了 我就认为是这么当的事 没有其他的解释啊 当然了 有很多比如说台湾媒体啊 比如说陈破空老师啊 陈破空老师人家做胡锦涛这期节目啊 抓住这热点不放是吧 感谢大家伙打赏啊 也没有俩仨人给我打赏啊 反正是有不劳少人给他打赏 这个人都解释好几次了啊 就是习近平发生政变了啊 那个名单啊 给我们胡前国家主席啊 胡总书记那个名单不一样啊 现场临时更迭 现场临时改变啊 所以说胡锦涛啊 非常睿智那么一个人啊 表面上看着身体不是特别健康啊 但是啊还是非常头脑非常灵活啊 胡春华为什么没有在这个这个常委里边 哎 为什么当时咱们不说好了吗 哎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你个小杂笼操的啊 你个小嘎奔的啊 现场就要骂啊 结果人家那边 人家提前已经做好准备了啊 把他说给消了啊 让这个所谓特勤局啊 王小红控制的特勤局 你说这都可笑不可笑 带离现场 哎 带离现场啊 直接现在有人又说了啊 苏小和爷老灯说了啊 这个胡锦涛同志带离现场以后去哪了 305 哎 他还知道305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305医院 哎 305医院直接又奔西山了啊 为什么奔西山了 老江跟那呢 老江不是这个 这个老胡不是老江的马仔吗 你们都一块上那聚旗去 哎 都去那聚旗 哎 这个 完了之后啊 把这个胡锦涛的公子啊 也被拿下了 现在全网都封杀了 啊 我看到有网络上也有些谢万钧的人 我之前还挺拿他当回事 他说啊 10月22号 胡锦涛家族成员 子女和服务人员 有70多人 被逮捕啊 被逮捕 这个秦城里边啊 将会出现最大最大的一个大老虎啊 那胡锦涛同志啊 晚年不保啊 晚节不保啊 去秦城跟大伙聚情去了啊 聚情去了啊 江泽民如果是这种事态发展的话 江泽民也会到秦城监狱啊 跟大伙一块打麻将啊 跟大伙一块喝这个喝这个茶 哎 他那个茶叫什么赖的 当时他搞出来那个茶也是福建武夷山的 那叫什么赖的 哎呀 忘了啊 完了之后 哎 大伙一块在那成立啊 另立中央 你说怎么解释 有什么可解释 你看看这些媒体啊 YouTube上的自媒体啊 推特上的这些推文 推主们啊 他们就是 得到风就是雨 关键是那风还没起来 他们就把雨给下了啊 提前就把雨给下了 我还是坚持认为啊 胡锦涛同志身体有一些异样 当然我据听说啊 所有说啊 现在有什么江湖追杀令啊 所有说啊 胡锦涛同志是因为身体原因 健康原因被驾离现场的会场的啊 全是五毛粉红 哎 我就是那五毛粉红啊 关键是啊 没有人给我打赏 我也把自个的这个格局提的稍微高一点啊 每一次你要想让我这三千来人啊 刚刚三千来人的 这个小博主啊 要想散播什么啊 党中央的重大秘密消息的时候啊 您狩猎一百万美金起啊 一百万美金起啊 那个前草论证不具名的提到我啊 说这个我可能啊 就只能在安省这边溜达啊 只能在多伦多溜达啊 水平第一比较低 第二比较穷啊 所以说呢 没办法 只能跟这自己呆着啊 所以 我把自个格局提的稍微高一点啊 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大伙查鱼饭后 您看了我那个啊 胡锦涛同志拉了 这给您带来些许的欢乐就成了 别再较真了 较真没什么大用 他到底是因为怎么当的事啊 变成这么个现场事件啊 那个咱也不置可否 咱真的不知道啊 咱还不如了解了解这个 其他的事呢 其他的事 这两天我一直在说啊 台湾的民众能听到我节目的人啊 或者说跟台湾有关系的人啊 你们一定要转告台湾的 两千三百万民众 包括现在蔡英文总统啊 及其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执政党啊 一定要把中国啊 习近平同志不要按常规方法来这个 怎么说来应对啊 很多的这个台湾媒体还在说啊 没有这个能力打 什么叫没有这个能力打 就是一个敢不敢打的问题 现在啊这个美国啊 这个中国的官方 包括习近平在内都认为 你看很多墙内的一些啊 这些五毛自干五门都出来 带风向的人都出来 他们都认为美国不可能双线作战 因为啊 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 俄罗斯普京一定会给习近平做侧应啊 那个啊 在欧洲的这个战争 俄乌的这个啊 所谓的侵略战争一定会升级 一定会升级啊 一定会升级啊 这是中国政府 习近平他判断 他认为美国不会双线作战啊 一双线作战 美国就彻底的垮掉了 那些傻叉们啊 那些所谓的智库们 那些所谓那个推演的那些傻叉们 军方的 你说他妈张又霞都70多了 还能坐镇这个这个这个军委啊 哎呦我的天 合什么光 就因为啊 他在那个配 配的妈访台的时候 发了几枚导弹 你就认为他是一个水平非常高的人 哎呦我的天 就这些人在糊弄啊 伟大的细胞子啊 把细胞子弄得团团转 而且细胞子确实有这个这么一个情怀啊 曾经他的祖辈啊 他最最崇拜的毛泽东同志没有拿下这个台湾在他心里边真的是一块心病 他觉得啊中国老百姓会同仇提同仇敌凯的支持他啊 这是他的这个 咱们不说了啊 嗯 二十大报告中两度国内的最新的这个这个媒体现在一直在宣传这件事啊 两度重化警告台独分裂及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后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在台独等内容又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现在台湾啊 我从我的这个判断啊 当然咱们是一个这个三千来人的受众群体的小播主啊 台湾真的一触即溃 如果你不做好准备的话啊 如果老习发疯的话啊 如果老习认为手拿宝钻你的话 你的你的这些东西啊 瞬间被摧毁 为什么 因为啊 中国大陆打台湾并不是一个啊 所谓啊 再有情报部门去搜集情报啊 这互相阴谋阳谋 全都是打名牌啊 你所有的军事基地 你所有的这个飞机的啊 藏在哪个山洞啊 是这个这个那个斜面 不管你是哪个斜面啊 一并会拿下导弹瞬间会覆盖 所以说你一定要做做好这准备啊 这个以色列不卖给你铁穷 让老美买啊 萨德赶紧部署在台湾啊 你不要指着韩国和日本 把你那覆盖不要 你一定要有萨德系统 一定去不是一百亿的这个美军的武器库 又给你补充了 一定赶紧的再跟美国要点高科技的啊 能在他第一波打击的这个情况下 能保存自己大部分的实力 这是你最要做的 另外最最重要的 你岛内那些啊 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啊 受别说是中国人或者台湾人 当地人咱都不说了 最起码受中华啊 传统美特教育的这些人 特别特别容易 出汗奸 特别特别容易啊 这个怎么说呢 有叛徒 一定把他们控制好 这个可能是你目前除去武器弹药 除去你提高自己这个决心 最最重要的事啊 中国人为什么容易出汗奸 到现在还没打呢 你看国民党那帮傻叉们啊 曾经的总统啊 现任的党主席啊 包括目前正在竞选的 讲完这帮人全他妈的是妥协派 绥靖派 不说了 拜拜了 您